美方称乌克兰想要鱼叉反舰导弹和黑海舰队或成其打击目标 乌克兰内务部长最近宣称 美国正在帮助制定毁灭俄黑海舰队的计划 为此 美国可能会为乌克兰提供鱼叉反舰导弹系统 或者是海军打击导弹 对于这一消息 五角大楼的回应是 毁灭俄黑海舰队的消息不属实 不过与此同时 五角大楼也没有否认 美国可能会将鱼叉提供给乌克兰 五角大楼的含糊表态 说明美国即可能是想玩戒刀杀人 即戒盟友和乌克兰之首来对付俄罗斯 果不其然 美防长奥斯汀最近又证实 美国的北约盟友丹麦 已经开始向乌克兰提供鱼叉导弹系统 奥斯汀没有确认 丹麦提供的是何种批次的型号 不过丹麦现在装备了暗机鱼叉发射系统 对应的版本为鱼叉Block-2S导弹 这是海陆兼用的武器 不仅可以用于对付大型军舰 而且也可以攻击陆地目标 很明显 美国就是想通过盟友 间接将美制鱼叉送到乌克兰手里 由于鱼叉广泛用于出口 因此 美国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间接的供货渠道 而鱼叉的威力很大 其射程可达200公里以上 像丹麦的暗机鱼叉如果装备乌克兰 莫射程可超过220公里 而且因为具备海陆兼用的特性 因此除了对付俄军舰队之外 还可能被用于攻击陆地的俄军目标 而在4月份 俄罗斯刚刚损失了黑海舰队旗舰莫斯科号 乌克兰声称是他们的海王星反舰导弹 命中了莫斯科号 并最终导致了海舰沉没 一些迹象显示北约的情报定位技术 似乎给乌军偷袭提供了支持 当然对于这些消息 美国方面都是矢口否认